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又打算跟大家說近期另一套 即是說中國現代史的電影 中國女排 對 奪冠 沒錯 這一套電影 當中就說中國女排在現代的發展 你知不知道中國女排什麼時候建立的呢 國家隊 80年 其實國家隊就1951年開始組建 但其實去到80年代初這段時間 其實都是可以說中國女排處於摸索的階段 當時1981年的時候 同樣有出電影講女排 叫做沙歐 那套電影就說主角如何經歷了傷痛和親人的離開 最大的願望就是見到中國女排能夠獲得這個亞運會的冠軍 但我相信當時這部電影的導演和編劇都沒有想過 正正在這部電影上映的同一年 即1981年 這個中國女排就首次奪得 當時在日本舉行的第三屆世界盃的女排的總冠軍 而且更加以七戰全勝的方式去奪得 這個也是我們中國在三大球當中的第一個冠軍 你知道哪三大球嗎? 足球、籃球和排球 足球、籃球現在還是這樣 當時對於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來說 1981年女排的這一次奪冠 可以說是對於我們國家有一支強心針 體育除了一場普通比賽之外 更加顯示出我們的團結和其他精神 所以根據統計 在1981年女排的冠軍 他得到全國不同地方的球迷、支持者、寄來的賀卡、賀電、禮物 是超過三萬件的 因此當時這個女排精神就成為了一個圖騰的文化 即是象徵我們這個向上的精神 但當時朗平是未進去的 等一會兒就講到他了 我們首先講一下整個中國女排 中國女排就創下了五年冠的佳積 這段時間當然是中國女排最輝煌的時間 但是呢 即是輝煌過後 即是有些球員退役等等的問題 所以去到八十年代尾 九十年代這段時間 就是中國女排的一個低谷 去到二千年 去到二零零四年的時間 我們才再一次 可以說是另一個高峰的開始 那整個中國女排 即是由八十年代 去到今時今日 剛剛好大概是四十年的時間 那這四十年來 有哪一個人是可以說 見證著中國女排的成長呢? 朗平 是 沒錯 那他由運動員 至到回來做教練 可以說是見證著整個的發展 而這次的這齣電影 奪貫也是以朗平作為一個中族線 幾代不同的女排運動員的情況 我還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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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只是看了一個介紹 不過我也想看 我們說過朗平 其實他在一九六零年的時候 在天津出生的 他小時候可能因為家裡的影響 其實他對體育方面非常之有興趣 因為他姐姐是一個籃球運動員 加上他爸爸也是一個體育迷 所以小時候就很喜歡帶他到北京工人體育館 去看不同的運動比賽 我記得小時候就有一次看到這個北京女排 就是女排隊 對這個秘魯的國家隊的一場比賽 他就覺得這個排球運動員非常之有型 所以他小時候就已經對這個排球運動 埋下這個興趣了 隨著年紀的長大 其實他的身高都越來越大 十三歲那年他已經長到米七了 剛巧北京工人體育場的這個業餘訓練班 就去到他學校找這個運動員 招攬運動員 所以他就順利入選了 一開始他只不過是一個短期集訓班的運動員 還有一個插班生 所以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非常之用功去鍛鍊自己 因為他想追趕上其他同學的進度 其他隊員的進度 很快就憑著他的身高和他的技術 他就正式進入一個長期訓練班 成為一位運動員 當時他除了鍛鍊自己的基本功之外 他更加很喜歡鑽研打排球的技術 他就看到那些男子排球 扣殺的力度比女子強很多 除了男女身體的結構之外 他更加研究到當中的巧妙 所以他不斷地去鍛鍊這個扣殺 正因為他的扣殺這麼厲害 久而久之他周邊的學校都知道 在這段朝陽中學 有一位叫朝陽大炮的炮手 就是朗萍 好像他之後的人叫他鐵狼頭 對 沒錯 這也是他的起源 選入專業隊之後 由於他的球齡比較短 所以他長期都是坐在冷板椅上 不能出場 更加激發起他要鍛鍊好自己的基本功的心態 兩年之後他一次比賽當中 讓他進入了北京青年隊 後來更加進入了北京女排 當時一個地方球隊的隊員 如何可以最後進入了國家隊 就得益於電影中也有說過的 其中一個中國國家隊女排的教練 袁偉文 沒錯 因為當時國際球壇上面 掀起了一陣高點強攻的風潮 每一種運動都有不同的技巧 排球運動員當時他集中用高點強攻 普遍認為一隊球隊裡面 有一個高大的主攻手 就可以容易勝出 而當時國家隊採用的陣勢 是以快攻為主的 但女排每個都很高的 那時候還沒有那麼高 那當時最後找到誰呢 就找到當時已經1.84米的狼平 那以1.84米的身高來講 今時今日在中國女排可能 未必算是很高的 現在的女排當中 譬如好像朱婷一樣 接近2米的身高 但當時我們的女排並沒有那麼高的 沒有高到2米那麼厲害的 所以1.84米都算是非常高的 加上朱婷非常強的彈跳力和扣殺 所以當時他成為了女排當中的強攻手 所以為何由剛才你說的鐵狼頭的稱號 就是這樣 在袁偉文的教練的招攬之下 將這個短短只有五連球零的運動員 正式招攬了進來國家隊 那朗婷除了日頭的訓練之外 他自己還要繼續加操 而且晚上他也很喜歡去看書 所以也引發了 為何後來他和其他退役運動員不一樣 他選擇了去留學的經歷 他去了讀英文 他不只讀英文 他去了讀體育管理的研究生 正式去到何時他第一次參加國際賽 1978年12月10日 那天就是曼谷亞運會的第一天 亦是浪平的生日 他第一場出戰 就幫助中國隊打贏了韓國隊 事後他更加收到當時一位香港記者 送給他一個筆筒作為禮物 他在回憶當中說到 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收到這些生日禮物 就是外面的人送給他 應該是 那次的亞運會 雖然中國並未能夠成功奪得冠軍 但是只不過是輸給當時有東洋魔女之稱的日本 拿到這個銀牌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那之後那幾年 由1978年開始 就去到1984年這段時間 那浪平幫助當時的中國女牌 一共奪得三連貫的戒職 而其他國家也專門針對鐵浪頭去暴袖 所以當時世界女牌當中有三大主攻守 就是中國的浪平 美國的海曼 和古巴的路易師 那三個就合稱為世界三大主攻守 那後來去到1985年的時候 浪平就選擇退役了 那他退役之後呢 85年? 是的 就是他拿到冠軍之後就退役了 是的 由七八年到八五年 那他八五年退役之後呢 其實他就並沒有留 選擇了國家分配給他的職位 而他是選擇繼續讀書 那他就入了這個北京師範大學 學習這個語言 那他在1987年的時間 那他就帶著150元美金 就是自費去到這個 然後考上這個托福 就去了這個美國的新墨西哥大學 繼續進修這個體育管理的研究生 那他是一邊自一邊學習 一邊就打工的 那時候他就參與了這個意大利的那些 那些女排聯賽 去賺取生活費 那同時也都為他去認識這個外國的球隊的管理 打下一個非常之堅實的基礎 那1994年的時候 朗平就教了一隊叫做八百伴的世界明星隊 那當中這個教練的合約滿了 那他就回到中國了 那當時他的百樂 之前那位袁偉文教練 就力邀他回到中國 教這個女排 因為當時這個女排 正在陷入一個低谷的時期 那開頭他是拒絕的 因為他剛剛才在美國那邊 就生了個小朋友 才兩歲 那當時他就想在那邊摘根 但是後來最後他也是答應了這個 擔負這個重任 那之後他也是答應了 那去到1996年和1998年 他當時帶領中國女排 就一次就奪得這個 亞特蘭大奧運的亞軍 以及1998年 的女排世界錦標賽的亞軍 那大家都可能不知道 其實當中他曾經因為兩次 是太過疲勞 而暈倒要送去急救 而他當時在國家隊所領取的月薪 是只有不夠一千元人民幣 而他原本 執教那隊八百半世界明星隊 你猜一下多少錢月薪 一千美元 其實是萬多美元的月薪 好高 相差很遠 那之後98年至2008年 這段時間 朗平又執教過很多外國的球隊 包括意大利 美國 土耳其 當中 去到2008年 北京奧運的時間 當年他就執教這個美國隊 在我們北京 是擊敗了我們自己的中國女排 那之後他就再次執教 後來他就回到中國 執教這個廣州恆大 這個女排 後來見到國家隊 面對這個清和不接的問題 他又再一次 53歲的時候 再一次執教這個國家隊 到2016年 可以說 將我們中國的女排 又再一次推上這個奧運會的巔峰 在這個奧運當中 又一次取得這個女排的金牌 好像在上一年的禁錶賽 拿了連續十幾年 沒錯 在2019年的時間 他再一次在日本的大阪 帶領這個中國女排 以全勝的姿態 拿到這個世界杯的冠軍 其實在38年前 即1981年的時候 他也是以一個球員的身份 帶同這個中國女排 在這個日本的土地上 拿到我們第一個世界冠軍 三大球裡面 那即84年的奧運 都是第一個女排冠軍 奧運的 是 所以在2018年的時候 這個我們國家 就頒布了一百個 對於改革開放有結出成就的人物 當中 郎平就是其中的得獎者之一 為什麼他這麼厲害 可能因為他 自強不適的精神 和他不斷奮鬥的體育精神 和我們的改革開放一樣 都是在這個 絕處逢生一樣 是尋找機遇的 聽聞他是一個非常嚴厲的教練 但是同時 他也是一個很輕鬆的教練 聽說他會和女排一起去 比原菜一起去購物 聽歌等等 那今集 關於這個中國女排 現代史的故事 就講到這裡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 留言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下次再跟大家講 其他中國歷史 拜拜 說明 聽說 按鈴鐺